而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日前表示曾当面向郭台铭提议 提郭台铭担任不分区第一名 郭台铭态度是什么呢 再交给记者韦佳琪 尽管国民党2024已经征召了新北市长侯友宜来出战总统大位 但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似乎还是动作频频 就被解读是没有放弃前进2024的机会 但是现在国民党中央却释出了这样的消息 说当初不是郭台铭讲好如果没有被征召总统 那么就会列不分区第一名来立平立法院长吗 不过现在郭伴是这个消息认为是有出入 那么现在国民党的尊郭论调会改变吗 我们待会来看到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 就是释出这个讯息的人 他强调他是没有恶意 而且国民党依旧是尊郭的状态 但是郭伴就予以否认了 从头到尾郭台铭想的就只有要当总统候选人的身份 没有什么什么立法院长 甚至是不分区立委的想法 那么国民党尊郭的策略 会有几个时间点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就是723的全代会上会是第一关 那么再来就是第二阶段整合泛蓝 那么会把郭台铭确定到底归不归属于蓝营 那么第三阶段就是有没有可能 柯郭和或者是郭台铭独立参选这个部分 但是我们待会看到是郭台铭在前一天就在脸书发文了 他喊话说不必要的公结到此为止也不要再捏造了 他说他最希望的就是携手下架民进党政府 他更拿三国演义来比喻 他说马超寒碎两败俱伤 他是呼吁了自己的付出是没有任何的怨言 更讲到了民意是多数的依规 希望的就是能够正党人体 那么美好圣战就在眼前千万不要大义失荆舟 似乎在对蓝营喊话不要再来吃他豆腐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